田荣是不服啊 因为本来属于自己的地盘 让这细处八毛项羽和范增这老俩啊 一个劲的一收拾是吧 左一分右一分分成了三半 那他当然受不了了 可是就在田荣准备打天安的时候啊 捡了一个宝贝 这个宝贝呢可不是一块黄金啊 不是什么金香玉的玉玺龙玺 这个那个不是 而是一个人 谁呢 彭月 啊 当时呢 彭月带了一万多人在聚业 就是今天咱们山东省聚业县啊 游荡 不归属于任何诸侯 田荣的一眼就瞄上彭月了 这就怪了 咱们之前不是说彭月投降了刘邦了吗 怎么又跑了山东来婚来了 哎 咱们前面讲过啊 当初刘邦和彭月啊 联手攻打昌一城的时候呢 昌一城没拿下来 当时刘邦也不知道是有心还是无意 就把彭月一行人哪给丢下了 丢下之后呢 自己继续向西挺进了 于是彭月呢 就像没有娘生 没有爹养的孩子了 就只好带着兄弟们呢 转战聚业的混饭吃 可没想到啊 他带着这一千多兄弟到处没头绪的征伐 最后竟然发展成为一个有着一万多人兵马的孤军 现在在天荣看来 如果得到彭月这支美主之师 以此干掉纪北王天安 那他可就省事多了 主意怎么一定 天荣决令前往和彭月谈判 天荣说了 我给你将军的印信 我还管你们吃住 我还无险一惊给你们交出 你替我杀个人干不干 彭月说杀什么人呢 他说一个鸟人 反正就是一个不值一提的人 他就是纪北王天安 彭月一听 天安他呀 行好买卖 接了 天荣说君子一言 四马难追成交 就这么着 天荣立刻带着一所谓的将军印信 就赐给了彭月 彭月果然挂着齐国的旗帜 征讨天安 到了七月初秋 彭月成功的将天安斩首 并且拿下了纪北 这一下天荣啊 总算是放下一颗心来了 三旗之地都被他掌握在手里了 这是何等骄傲的成绩 这时候他转过身来再一看 是项羽啊项羽啊 你看着没有 我告诉你 我田荣才是齐国真正的大佬 你说的话 只要到我这地盘 全部算数 干掉天安 下一个我就干掉你 然而就在田荣乘胜胜攻击项羽的时候 陈渝呢也在北方拔剑而起 叫要杀人了 陈渝要杀的不是别人 正是他曾经的稳静之交 张尔同志 你说哥俩关系这么好 他怎么突然之间这就对着干了呢 之前咱们也说了 这俩人呢 因为一些事情干起来了 他被围着的张尔被围的时候呢 这个陈渝被围着 陈渝没救他 之间的互相之间就受不了了 是不是 哎呀 忍了好久了 终于情不自禁要爆发了 陈渝的怒气 其实也不全在张尔身上 而是出在 项羽那张该死的蜂王清单上 按项羽所言呢 要想封王 你不管是何方神圣 首先你得有战功 你得能打 论战功 陈渝当然不会比张尔少 君陆之战 他至少是踩过王里一脚 才气这个离开战场的 是吧 同时呢 他流浪在野外的时候 曾经给张涵也写过一封劝降书 这都是可圈可点的 然而如此功劳 苦劳 一点都不少的陈渝 唠叨的好处和张尔比起来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项羽把赵王清从赵国牵到戴县 就是今天河北省位县 封为小小的戴王 而把张尔封为长山王 赵国以前所有土地 全归张尔一人管辖 陈渝得到的也不过就是南皮县 今天河北省南皮县 等等及周边的这三个县罢了 更让人郁闷的是呢 这小小的南皮三县项羽 本来还不打算给陈渝 但是储君那些个门客 好心提醒项羽 说陈渝和张尔那功劳的差不多啊 你要不封陈渝一块地 你是说不过去的 于是项羽听说陈渝 当时正在南皮县流浪 行了 你在哪儿在哪儿待着吧 陈渝 你就把南皮给你 你就在那儿待着得了 项羽之所以如此排挤陈渝啊 其实理由只有一个 什么呢 陈渝没随君入关 这叫什么 这叫见者有份 避之无劳 哎 事情就这么简单 好一见者有份避之无劳啊 如果当初不是张尔收回我的将军印 我会不随君入关吗 退一万步来说 你项羽不是以公论赏吗 为什么只因为我不在现场 就把好处全给张尔了 这叫什么呀 项羽你偏心啊 你一碗水端不平啊 项羽偏心张尔无异 我陈渝真的是把你们都恨到脖子上去了 实践证明光恨是没有益处的 只有采取实际行动反抗才是有用的 于是陈渝决定发病攻打张尔 发誓要把他赶出张国 其实这一段故事咱们看完了之后 大伙觉得是不是跟我们现在生活当中 也是可以联系起来的 你比如说 不管是一个领导也好 一个家长也好 你在分配利益的时候 这个多分一点 那个少分一点 这个怎么 当然了 有那么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说我给你 你给我一块糖 我给你一块糖 你因为我给别人两块糖 完了之后呢 你就觉得我亏待你了 但其实你不知道 他曾经给我三块糖 道理就是这样 人呢总是站在自己这个角度上 去看别人的问题 对不对 你站你自己的角度上 你站成于这个角度上 确实大伙都在亏他嘛 但是你站在张尔的角度上 站在项羽的角度上 他讲的也是有道理的嘛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问题 真的是角度不一样 那你站在这个问题 最后得出来的结论 他就是不一样 所以陈渝这时候决定 他就要发兵攻打战儿 不打不行啊 这口气咽不下去啊 都是大了一门 凭什么呀 对不对 但是陈渝呢 却遇到一难题 什么难题呢 你想项羽才分给他三个线 他本身手里没几个兵 还是那句老话 没有兵怎么办 陈渝有办法 跟别人借呀 如今这天下 不是过去护不听使唤的时代了 放眼整个中原 诸侯为项羽 马首是瞻 连刘邦都服服帖帖退守汉中 所以要想造势 只有把目光投向千里之外的 齐王田荣身上 说这个田荣 咱们之前也说了 陈渝和他呢 真是同病相连 如今田荣要找出一项羽呢 站反方向的人 为陈渝一人誓言 田荣发迹了 跟他借点兵马粮草 没问题吧 陈渝想来想去 觉得如果想田荣啊 借兵如果行不通的话 那也再没有行他东的事了 是吧 于是呢 他马上呢 就派人前往七国 秘密约见田荣 陈渝那真的是 三寸不烂之蛇 天生谋是一个不欠游说技术 他已经为出使 齐国的说客准备了一篇 精彩的演讲稿 请内容如下 我给翻译过来了 咱不说古文啊 齐王啊 田荣啊 但是他不能叫田荣是吧 叫田荣等于骂娘了 对吧 项羽呢 真是一个偏心鬼 他把诸侯各国的将领 都封好到了好地方当王了 把原来那些王 都踢得遥远的 山沟未纹在前了 我们赵国的赵王兴 就是受害者之一啊 我相信您这种厚道之人 对项羽这种胡锋乱刺的行为 一定看不顺眼 如果田相愿愿意 赞助我几千兵马 让我打败张尔 为赵王兴伸张正义 将来齐照两国 就是天然的盟国 项羽也就不敢 对您胡作非为了 陈玉这招叫声 叫又推又拉呀 田荣这一听 根本没有拒绝的理由啊 这理由给的太充分了 我顺着坡上去吧 相对项羽来说 他实在是太孤独了 凡是孤独的人 都需要一个班嘛 对不对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 田荣干了田安之后 已经命令彭越将军 攻打项羽了 这正是用人的时候 帮陈瑜就是在帮自己 那既然如此 借给他兵呗 项羽的敌人 就是田荣的好朋友啊 于是田荣当即和陈瑜的使者 立下了结盟契约 派兵跟随而去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得把这个田荣啊 和陈瑜这边的事 稍微放一放了 为什么呢 因为啊 我们得讲一讲 一位在这个时代 绝对的大主角了 之前我们一直没说到他 讲汉朝咱们讲了这么多集 一直没说到他 但是今天 我们必须得把这个人 抬出来说一说了 咱们得回到汉中 看一场精彩的大戏 这出戏的主角 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 韩信 一说韩信 各位朋友们都知道 怀疑人 自重严 韩信 韩重严 职业出身的是个流浪汉 人生特点呢 财大 质大 但是一直没有好的机会 早年的韩信呢 就是怀疑市井 一个流浪的破落户 见过落魄的 没见过像韩信 咱们落魄的 哎 你别看这么落魄 还要装出一副 绅士模样的 只要是怀疑人都知道 每当韩信呢 出现在怀疑市井上 其腰间呢 从少不了挂一把长剑 并且大摇大摆的 从街市上走过 哎 你可千万别小瞧这把剑啊 古人呢 对什么人配什么样的刀剑 那是极其讲究的 就跟配那玉呀 穿的衣服的颜色呀什么的 都是一样的 绑什么发际呀 这都是有讲究的 贵族配剑 草民带刀啊 这是不成文的规矩 在中国古代 如果你祖宗拔代以上属贫民 那到你这代突然报复了 你也想学贵族赶潮流 配把长剑出个门 这绝不亚于今天一爆发户 开一辆象征着地位和身份的 劳斯莱斯招摇过世啊 那样人家不但不恭维你 嘲讽你这个人 没本事 没素质 无知 显卑 不要脸 什么着 韩信既不是贵族 也不是爆发户 啥本事都没有 要得无得 要经商没本钱 要混黑社会 胆子又不够黑 心又不够狠 唯一有一个优点 就是脸皮够厚 四处混饭吃 于是诗人称他为四不像男人 就是这么一个四不像的男人 母亲死了 没钱下葬 一想天开 替母亲找力又高又宽 四周能安得下 上万户人家的坟地 只要有点风水迷信思想的人都知道 韩信这是想借母亲的葬身之地 求封万户猴 饭都吃不饱 还想封万户猴 真不愧是穷疯了 当然了 结合他后边的事情 我们也可以恭维地说一句 这个人真有理想 在韩信蹭饭生涯当中 下乡南昌亭长 就曾经被他蹭怕过 我们在前面介绍过 刘邦当亭长的时候的收入和待遇 其实说实在的不高 那个混饭吃的公职 相对韩信来说 只是体面一点 你好不到哪去 然而韩信却把庭长家当成公家饭堂 一赖就好几个月不走 常言说的好啊 这救急不救贫 这庭长媳妇见过蹭饭的 没见过这么蹭饭的 好几个月蹭饭不带挪窝 这哪行啊 我们家老公又不是什么高官贵人 更不是什么行商作骨 报复之徒 你韩信不是我们家亲戚 你平生几个月赖我们家不走啊 这庭长老婆能想出一招 对付韩信的办法 那就是每天提前煮好饭 关起门大伙呢 哎一家人蒙被子里边 气着咔咔把饭吃干净 于是韩信回家开饭的时候呢 哎 没有了 后来呢韩信呢 才发现问题所在 气得肚皮都要炸了啊 拒绝我 你就明说嘛 是不是 你说我不来 我就不来嘛 你干嘛把我当当瘟人一样 就是那种得这个瘟疫的人一样啊 你这该给我撵出来 让我躲起来 你什么情况啊 韩信掉头而去 发誓从此再不登庭长大人家的门 天地如此之大 难道就没有韩信的饭碗吗 穷昏潦倒的韩信 马上想到了一张长期饭票 怀银城外那条河 河水就是他们饭碗的 河里边的鱼就是他们饭菜呀 这个东西不要钱的 是不是 韩信决定自食其力 到城下钓鱼卫生 不过话咱们又说回来了啊 也不知道是因为韩信 钓技太差 还是河里边根本就没鱼 反正整的韩信呢 是有一顿没一顿 吃了上顿没下顿 大白天还经常饿了 满眼的星光灿烂 那时候呢 有一群呢 以飘起思绪为生的女人 经常聚在城河下面飘起 其中一个飘母啊 很可怜韩信 就好心的赞助了他几餐饭 须知啊 飘母的出现 让饱受事态炎良的韩信 仿佛抓到了一根救命的稻草 一连好几十天 他赖上飘母这张短期饭片了 最后呢 韩信大言不惭的 就对这个老夫人就说了 说老人家呀 我非常感谢你的救命之恩 将来我要是发达了 我一定好好报答你 可是飘母的对韩信的话 不但没有感动 反而一脸不客气的讽刺韩信 说得了得了 你别说了孩子 我是看你可怜 我才让你蹭饭 就跟你这样好吃懒做 我能指望你来报答吗 咱们说有的时候 他就是这样 很多人在你身边围着你 你这人不行 你这人没本事 怎么你可能不放在心上 但是当你心里真的是觉得 这个人对你好的时候 这人说一句话 你不爱听了 那真是放心上了 飘母的这些话呢 实在是太打击韩信的自尊心了 可是飘母其实只是善意的批评 下面这件事 那对韩信来说 那简直是奇耻大辱了 什么事呢 是这样 说有一天呢 欢迎集市上 有一位无赖 地痞流氓 看见韩信了 就对他招手 哎 那待见的 你过来一下 韩信走上前去 莫名其妙看着 无赖先生什么事 只见对方轻蔑的指探 说你看他 哎呀 哎 大伙瞅瞅啊 这就是那个蹭饭大王韩信 你说你饭都吃不饱 整天带着个配件 啊 还配件带刀的四处游望 你说你 你还要脸不要脸的你 韩信一听不吱声了 我本来就是流浪汉 带什么配什么 那是我的自由 要丢也是丢我的人 跟你有毛钱关系 这时候无赖故意抬高声音 哎 这听说配件带刀 可都是英雄好汉啊 你有胆今天把我杀了 没胆 你从我胯下钻个牵 不然你永远在面前消失 我们有理由相信呢 无赖先生只是开玩笑 下下韩信 过过嘴也得了 就算韩信拂袖而去 顶多招来一场哄笑 没什么了不起的 但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韩信没杀人 更没有逃跑 而是真的从无赖的胯下 就钻了过去 这就是著名的胯下之辱 这不是正常人的思维啊 更不是绅士的做法啊 韩信好歹 你就算是个要饭的 那也是人高马大 仪表堂堂 怎么会屈服一小小的憋三呢 可是这次韩信的笑话 真是高大了 一传十十传百 迅速在乡里相间的 这就传开了 从此就被大伙呢 当成反面教材 训诫子女 哪家的孩子调皮捞蛋 不听话 哪家大人拿韩信肉 告诉你啊 叫你烂 到时候你烂成一个韩信 看谁敢嫁给你 看你将来怎么办 事实上啊 历史总是充满着变数 韩信一脚站在历史的B面 可一脚呢 却站在历史的A面 是A是B 可完全由他自己决定 我们现在经常有那么一句话说 就是人生就像一个指南针 到底你是呢 NB还是SB 就看你啊 是不是 到底呢 朝哪个方向走了 这个时候 为了习近耻辱 韩信决定呢 脱胎换骨 事实上这历史啊 总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变数 韩信一脚站在历史的B面 可一脚呢 却站在历史的A面 是A是B 可完全由他来决定 所以为了习近耻辱呢 韩信决定啊 要脱胎换骨 不久呢 他听说向梁在无限造反 就带着那把长剑呢 偷奔香良去聊 韩信走向造反之路 那是历史必然的选择 在这么一混乱的时代里 造反永远是一个暴力的行业 千万年来 造反行业几乎都是在冒险家的行业 是正业 冒险家就这么愿意干这个 他们前赴后继乐死不疲 就跟萤火虫似的啊 还有跟那个什么 飞蛾扑火的飞蛾一般 哎 烧了一批又一批 是完了之后再上一批 从来没中断过 然而呢 在中国历史上呢 在那一场接一场的造反的市场竞争当中呢 真正一路笑着走到最后的人 可不是所有人都能成 更多的人不是丢掉性命 就是永远活在别人光芒万丈的阴影之下 很不幸 从军一始 韩信的命运呢 就属于后一种了 向梁死了以后 向羽主权 韩信的人生呢 稍有起色 被提拔为宫廷侍卫官郎中令 职责呢 就是没日没夜地替向羽站岗 站岗 那可不能满足韩信的这种要求啊 就好像说 有一粗米不能满足一头狮子一样啊 韩信想用计策 向向羽换取更高远的前途 可是很不幸 向羽这个人本来就狂妄自大 根本呢 就懒得理睬韩信 韩信给他陷进 拿起来一看 这什么破烂版 拿着 拿着一本 韩信这时候又一次感觉到 在这个混乱人世 想混出点 真正的 这个出人头地 还真不容易 于是呢 失望透顶的韩信 只好决定跳槽了 换工作吧 那换工作 是吧 哪家墙呢 中国山东 没有没有 刘邦 刘邦 中国山东找 刘邦应该是徐州的 就是找刘邦 刘邦当然是个不错的老板 当向羽在细水宣布 罢兵的时候 韩信果断的 又带着自己宝剑 偷奔刘邦了 隋军呢 这就来到了汉中 可问题是 韩信从刘邦那里 只得到的 也是一份 非常滑稽的工作 什么呢 仓库管理员 仓库啊 那可是 耗子们的乐园啊 韩信对这份工作 太眼熟了 这不是李斯年轻的时候 在楚国 做过的工作吗 当年李斯 还因为粮仓里 一只大老鼠 刺激了他 才辞掉这份 要有事没有事 要钱没前途的工作 改学帝王之术 怎么我韩信 也要干这 居万人之下的活 是啊 谁不知道 这工作没前途啊 可是来都来的 你得先站个脚吧 哎呀 怎么办 那就 那就先站着吧 哎 可问题是呢 他这脚还没站稳呢 更不幸的事情出现了 韩信没等自己站住脚 惹了一桩杀头的罪 我们也不知道啊 因为史记没记载啊 韩信到底犯的是个什么罪 只知道呢 在他和别人呢 哎 他他被一起给押送刑场的时候 遇上了一个贵人 这个贵人是谁呢 夏侯英 夏侯英也是配县人 职业呢 就是配县县政府司机班的司机 为人特点呢 非常忠厚老实 有朋友说了 你这玩意儿 你不能这么说 他怎么能是司机 还没错 他就是司机 在众多的这个 呃 刘邦众多的粉丝当中啊 夏侯英呢 是粉丝当中的粉丝 他的追星生涯呢 是从配县 当领导配县司机的时候就开始了 呃 可以这么说啊 从古到今 领导的司机 那都是很牛的 县长的司机 可能比一般的局长要牛 局长的司机 可能比股长的要牛 但是夏侯英是个例外 他不但和蔼可亲 亲还特别好 夏侯英每次出差 经过四水亭的时候 总要停下来 看望刘邦 或者是听刘邦吹牛 往往呢 不到日落西山 他不会驾车离去 更让人佩服的是呢 夏侯英啊 还因为保护好偶像刘邦呢 呃 不被下狱 结果自己不但挨了几百大板 还替刘邦蹲了一年多的监狱 你这样的好司机上哪找去 事情的发生是纯属偶然 怎么回事呢 有一次刘邦和夏侯英啊 可能是拿着刀剑呢 之类的东西在那互相打闹啊 冰邦冰 哎呀这种打闹一下啊 结果刘邦啊 不小心就把夏侯英给伤了 那朋友之间嘛 在一块玩呢 偶尔出点小意外 也是正常的 对不对 回去贴个药 明天继续上班不就完了吗 哎 状况恰恰呢 就出在这结果眼上 有人就跟官府告发 说刘邦啊 把夏侯英给打伤了 如果刘邦和夏侯英 都是普通百姓的话 那别人也不会吃饱了撑的 要整他们 可问题就在于呢 他们身份的特殊上面 按照秦朝法律 官威及代表皇位 夏侯英啊 不但是配县领导的司机 同时也是秦朝后补公务员 后补公务员 他也是公务员 对不对 你刘邦弄伤他姓夏侯的 你就是损了官威 损了官威就是折了皇威 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讲 打狗要看住人 你刘邦把人伤了 你就得受人家的惩罚 更将刘邦哭死的是呢 他这个没编制的庭长 也算公职之一 按照秦朝那种 比22条军规还荒唐的法律来说 这叫知法犯法 最佳一等 刘邦这回惨了 这刘三可不是傻瓜呀 他无赖是出了名的 所以他一口咬定 夏侯英不是我弄伤的 不信你问夏侯先生去 是吧 于是呢 人家就去找夏侯英对职去了 夏侯英一口咬定 肯定不是刘邦干的 这回轮到夏侯英 麻烦了 官府反过来问 哦那不是刘邦干的 谁干的你告诉我 谁干谁伤你呢 夏侯英这下傻的 对呀 那不是刘邦干的 谁干的 难道刚好他是摔伤的 骗三岁小孩差不多吗 摔伤我能摔出去 刀剑拉的扣 官府紧紧的追问 夏侯英支支吾 半天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官府就一下子发现 夏侯英在说谎 可怜又可爱的夏侯英 就被抓起来了 足足打了几百大板 打得我们夏侯先生呢 是遍体开花 但是呢 还是没把六邦招出来 要说这夏侯先生 也确实是个能人 官府呢 再没力打下去吧 都这样了 得了得了 就那么着吧 一件小小的事情 反反复复的查 这么无聊的事情 干脆咱也别查了 把他关起来拉倒 就把这个夏侯英 扔到监狱里边 然后查着也觉得什么没意思 就把这个夏侯英 给放出来了 这刘邦呢 也就脱离了这个罪犯 这就是传说当中的 夏侯英 人厚重义 重振不拔 以自己吃苦为荣 以出卖朋友为耻 一切都是天注定 当时奸展韩信这批犯人的 就是善良重义的 夏侯英先生 刑场如战场啊 在很多小说或电影当中 我们都会看到 陆林好汉被押上刑场的时候 总喜欢喊出那句 好买下来的口号 砍吧 脑袋掉了碗大个疤 老子二十年后 还是条好汉 都会这么喊 当时韩信这批犯人 总共也就十来个 韩信的排第十四个 在他面前的十三个人 都碗大的疤都已经出来了 轮到韩信受刑的时候 跪着手举刀准备落下 韩信突然之间呢 抬起头看见了夏侯英 一看穿着呢 肯定跟一般人不一样 本能就喊出一句话 主上为什么不想着 怎样得天下去 要想着怎么乱杀壮士呢 这句莫名其妙 而又充满了英雄 悲壮气势的贺耻 仿佛一声晴天霹雳 落地而来 夏侯英大吃一惊 何人敢扣出狂言 何人 不姓何 姓韩 韩信 我 韩信 欢迎人 就是曾经那个 人见人闪 鱼见鱼跑 鸟见鸟飞流浪汗 哎呀 夏侯先生 你看 好一个流浪汗 不错 挺好 挺好 这个 这样吧 我把你释放了 把韩信释放了 并且请他入座 畅谈天下军事 韩信这时候 可逮着机会了 口莫横飞 对大如流 小英发现 这哥们真能说呀 他也不知道 是真有才 假有才 反正就是这么回事 哎 他有才了 立即向刘邦大哥呢 就推荐了这条 人中之龙 刘邦一听夏侯英 推荐他 就乐了 什么人中之龙啊 韩信是人中之龙 那我龙 我刘三不就龙中之龙了 他能当人中之龙吗 他当人中之龙 我当什么呀 我既然是夏侯小弟 引荐的呢 大哥还是会照顾你的面子的 啊 那你以前干什么活 以前仓库管理员 行 那你就现在干 智宿都尉吧 哎 就是粮食总监 嘛管梁氏 怎么说韩信总算混到 连带掌字的官了 是吧 知足同贵这是个掌啊 梁氏总监总长 说哎 换成谁也许该满足了吧 刘邦错了 他太小瞧韩信的才气和志向了 韩信不但说胃口大 梦想也大 天底也没几个人能看出来 这天生喜欢配件流浪的人 有着怎样的雄心壮志 李斯曾经说啊 说我要当官 我就当最大的 你看 哎 韩信也这么说 我要当兵 我也得当最大的兵 天里最大的兵是什么呀 兵王 大将军啊 吹牛有很多种 梦想有很多种 一个曾经受过胯下之辱的人 也想吹牛当大将军 你这玩笑开到美国去了吧 韩信你心里想想你就行了 你可不要按说啊 你说出去那狗都笑倒一声了 但是有一个人呢 却认为韩信不是在吹牛 而是在进行一项庄严的事业 这个人就是韩信 命中注定出现的生死一知己 萧和同志 萧和曾经私下和韩信 有过无数次隆中队 他发现韩信这个人呢 的确并非持中之物 而是一条蠢蠢欲动的 人中之龙 龙要飞天 不借风就借云 萧和就是传说当中 韩信的风和云 风云未动 乾隆又何奈何呢 韩信知道萧和很欣赏他 他也相信再过不久 萧和会向刘邦再次推荐他 可是这一等啊 因为这个就跟咱们这个 在厕所里边和外边 是一个道理 你在卫生间里边的人的一分钟 和在卫生间外边 等着上厕所的人的一分钟 那绝对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萧和说你别着急 我肯定推荐你 妈咪是推荐呗 但是韩信这边可着急啊 就仿佛过了千年万年一样 萧和欣赏如故 但是他的职位 还是质速度位 这韩信终于等得不耐烦了 韩信断定 萧和肯定是向刘邦推荐了 估计刘邦又是像项羽那样 哎哎哎哎 这个人没什么本事 算了算了 没把他当成大财看待 又是个让人伤心的老板 哎呀可望一鸣惊人的 韩信呢再次失望了 那既然不被提吧 得了 看样子我韩信 还得再流浪一段时间呢 我走吧 哎天地苍茫 前路渺渺 大丈夫总得去寻找梦中的天地 只要逃出汉中这块地方 到别的地方 或许还能找到一份 称心的工作 于是呢 韩信趁着一个月夜 毫不迟疑的就跑了 其实韩信呢 不是汉中 汉中 这个汉军当中的第一个逃兵 而他逃跑 也不仅仅是因为个人职位问题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那就是因为当时汉中的政治气候 当时呢 刘邦率领江东子弟 奔赴汉中 短短三个月里边 已经有很多将领及士兵 忍受不了私家的煎熬 进行的想家的军人呢 用多种方式来表达 他们对江东的思念 有的用歌声 有的用泪水 有的用梦香 有的用飞红 有的用回忆 更多的选择就是逃跑 往哪逃啊 家的方向呗 不管山高路沿路途坎坷 没什么能阻挡得住回家的渴望啊 韩信于是也成了这一批批逃兵当中的一员 可是当萧和闻听说 韩信逃跑了 事儿大了 立马啊 是策马狂追啊 萧和跨上马去追韩信 这时候有人却跑到刘邦面前说 坏了 不好了 汉王啊 大事不好 萧丞相跑了 这刘邦一听 什么呀 跑啊 他怎么能跑 你是不是看错人了 包市民说 不没错啊 大王啊 这成呈相是夜里骑着马跑的 刘邦 什么叫跌坐 刘邦哭噔一屁股就坐地上去了 哎呀 萧和呀 他怎么能跑啊 啊 这时候刘邦是欲哭无泪啊 啊 那萧和就是我左右手啊 萧和跑了 我这汉王还有冒陷用啊 这刘邦突然想起三个月之前 萧和对他的何等豪迈何等坚定化 卧心长胆 曲线突飞 还有什么乾隆勿用 剑龙在天 飞龙在天 哎呀 这刘邦现在想起了 你都是屁话 你们这帮人都是骗子 萧和是天年最大的政治骗子 刘邦这种哭啊 心疼都说不出话来 如果说汉军是一棵大树啊 刘邦是主干 萧丞相机将领们就是枝干 士兵们呢 就是树叶 真没想到汉中的生存环境 饿了到这般程度啊 初秋的风只清醒一吹 那树叶哗啦啦啦往东飞啊 连军中十几个只干将也 纷纷自断而去 是不是到最后就剩下刘邦这主干 老死于这异地他乡了 哎呀 刘邦这个悔呀 可是没过两天 哀伤绝望的刘邦 突然得到了一个吃惊的消息